中国和美国的比赛在第五局本磊发生一次严重的跑壘冲撞 美国跑者拉波达像坦克车一样撞倒中国捕手王尾 也让他受伤退场 中国队不甘示弱在第五局和第六局也用触身球报复回去 两队火气越来越大 美国队这一次冲回本磊再一次故意冲撞中国替补上来的捕手杨阳 双方两子越劫越大 第七局中国投手陈坤更狠 直接把球往美国队打着拉波达的头丢过去 因为这个故意触身球 中国队的投手陈坤和总教练拉斐尔通通被驱逐出场 最后美国队以9比1获胜